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微波炉制作非常简单 如果你在家里吃素的话 一般来说只要记作20个字就可以了 20个字 你先说说20字 胭脂入味 胭脂入味 高火思分 高火思分 然后呢是那个憋去鱼汤 哦 撇去鱼汤 淋入料汁 淋入料汁 还差四个字 大功告之 大功告之 二十个字齐了吧 咱们这样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好的 先做前四个字 把那个胭脂入味的时候啊 先要把鱼切成片 因为你要考虑到微波炉 每个家庭的微波炉的大小 它都不一样 它有大有小 当然像我们的海鲁鱼啊 它比较大 所以呢 最要是把它切成片 尽量师傅说 做微波炉鱼 尽量要选择肉制紧 腥味少的鱼 江鱼和海鱼 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河鱼和糖鱼 就不太合适了 这个呢 还是要给它弄掉 贝奇去掉 贝奇是非常腥味的一个部分 它含鲜比较多了 对对对 要去掉 特别如鱼鱼 贵鱼的这个贝奇 一定要去掉 去掉 然后呢 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大小 正常来说的话 要这么 差不多了 一片一片 一片的鱼肉 就给它切一下 吃起来也很方便 好 腌制入味 其实这个腌制 是非常简单的 家里都有 就用盐 盐腌制一下 然后很多人说 加盐目的是什么 首先是让它入味一下 它有一点盐本身的作用 它是渗透鸭的作用 鱼肉的水分 给它锁住一下 那好 腌制完了鱼以后 咱们就是要 把它 铺在盘里面 接着要上微波炉了 好 就这么简单 好 有时候咱们要记住程序 对 一定要这个程序来 而且这是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 这部分背部 一定要朝外 像画一样 朝到外头 因为我们微波炉 大家知道一个特性 就是它从内到外的加热 水分的流失比较快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微波炉蒸的时候 一定要盖上保鲜膜 保鲜膜 防止它的水分流失 让它鱼肉变干 嗯 保鲜膜给它 分煮 分煮到紧 一定要这样 四周都要把它给 分紧 给它分煮了 啊 分盐 分盐了 这个时候 好 我们就 微波四分 哦 第二个步骤 对 搅进去 好 好 好 几分钟 四分钟 四分钟 来 我们摄理一下 啊 好 好 就开始了 开始了 OK 这个 这边呢 我们做点准备 是不是 那边在蒸四分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边 把汤汁给它调一下 哎 汤汁 你看我的 雪梨用雪菜 都已经切成末了 而且呢 用水已经洗过了 把它酸味 稍微洗去一点点 等董老师 帮忙开一下火 开火 我们这时候 不需要有 加水 好 把雪菜加进去 好 好了 因为它鱼本身的 鲜味比较重 咱们一般在做鱼的时候 只要记住 家常的调料 就可以了 加点什么呢 少许的盐 胡椒粉 去鱼腥 加粉 加点 料酒 少许的糖 只要一点点 很多人说 这是为什么加糖的原因 就是雪菜它有酸味 必须用一点糖 去中和它一下 盖一下 那么我们一般在家里 制作这个汤汁的时候呢 记住一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加各种干的调料 但是关键的一点就是 无论你加什么调料 它都不能把鱼本身的鲜味 给盖过去 也就是说 汤汁不能制作得过于香浓 这手就已经开了 打签了 开了打一点芡进去 对 揉一下 哦 很明亮啊 咱们在打签的时候 即使要把火关到中火 或者是小火 不能太大了 要不汤汁就浑浊了 没错没错 哎 这个芡很亮啊 好 好 敲到好处了 好处 弄完了啊 一点点的味精 最后加一点味精进去 好 给它划开 差不多了 关火 这时候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就是鱼无声处 听惊雷 最后那个美妙的一声 太好听了 来 东老师帮忙打开一下 好了 好 很漂亮啊 然后呢 先去把馅磨 好 东老师啊 这时候呢 我们第三步 把汤汁多余的 给它倒了 不要了 为什么要给它撇掉呢 汤汁不是很鲜的吗 其实这个汤汁啊 鱼出来有 毕竟是鱼 它多多少少有腥味的 而且腥味全部在汤汁里 现在的清走 但是我们有好烫是吧 对 先把汤汁清走 这是一个关键点啊 好 新走 把这把汁已经调好的 好了 淋上去 这样淋上去 你看到这个颜色是构旗的食欲了啊 我问问这个芽菜是最后方式啊 芽菜咱们是这样的 其实是一种 我选择芽菜就是一种口味的一种调味 然后鱼吃的时候比较鲜嫩 比较滑 弄点芽菜脆一点点 脆一点点 同时也增加一点口味 然后再增加一点颜色上去 东老师帮忙在那个锅烧一点点油 烧一点点油 烧一点点油 不要多 好 起了 好的 好 彩椒丝 最后再上头搁一点点重复 一点点 不要多了 这是我们的油也热了 油也热了 差不多了啊 多啊 啊 很好听 好 这样的话 这一份菜 起了 这叫微波蒸鱼 微波蒸鱼 很简单的一个词 我们把这个二十个字啊 再复述一下啊 好 行的 几个步骤 拿来鱼就第一步要 切皮 腌制入味 腌制入味 然后呢 高火四分 哦 铁区汤汁 皮书汤汁 然后最后 连入一个料汁就可以了 最后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这份鱼就做完了 所以通过这个 金亮师傅教我们这个菜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烹饪文化 这里边有规律可循 没错 就是说 比如说微波炉 不会用怎么办呢 找规律 只要按照规律 或者这个去做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美味 做出来 找对原料 就可以 就可以大功告成 对 没错 好 谢谢啊 谢谢 明天的老时间 老朋友老弟弟 还是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猪手是非常适合秋季 食用的食材 在明天的节目中 焦老师将为您带来一道 补气猪手汤 但是猪手如何去掉 其新山味道 猪手又将搭配什么食材 才能达到 补气意气的作用呢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一一为您揭晓 2009 2009